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2年10月1号周六 热烈庆祝中国73周年国庆节 祝小伙伴们国庆节假期快乐 市选专栏 距离10月15号 BC省市级官员选举还有14天 西北温三个城市提前投票时间和地点如下 西温区 下周二 10月4号 早8点到晚上8点 到西温区市政厅开始提前投票 其他提前投票时间 下周三 10月5号 下周四 10月6号 下周六 10月8号 以及在下周周一 10月10号 带上两张身份证件 不用排队 到17届市政厅提前投票了 北温市 下周三 10月5号 早8点到晚上8点 在北温市西十四届市政厅开始提前投票 其他时间包括 下周六 10月8号 以及在下周周二 周三和周四 即10月11号 12号和13号 北温区的提前投票时间也是下周三 10月5号 早8点到晚上8点 在北温区皇后西大街355号市政厅开始提前投票 其他时间下周六 10月8号和在下周周一 10月10号 同样要带上两张身份证件 BC省原住民组织批评省政府没有把9月30号定为法定假日 与女王的葬礼被BC省迅速定为法定假日形成强烈反差 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国家纪念日没有被BC省省政府作为法定假日对待 引起本省原住民组织的不满 第一个215名儿童的无名坟墓 就是去年在BC省内陆的寄宿学校被发现的 至今本省多个寄宿学校就职 已经发现更多无名儿童坟墓 然而 与项女王表示忠心相比 对原住民的尊重 省政府可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和解进程 任中道远 9月30号被加拿大联邦定为法定纪念日 联邦政府员工戴薪休假一天 到目前为止只有爱德华王子岛 纽布然斯维克省 西北地区 以及努纳伍特地区承认这一天同样为这些省的法定假日 BC省NDP政府至今保持沉默 本省居民和组织自发种植野花 已悼念那些没能回家的原住民孩子 发起人称自己做梦 梦到那些沉渊地下的孩子们 在广阔的原野奔跑 到处都是盛开的美丽鲜花 加拿大在长达100多年的寄宿学校黑暗时期 有至少3000名儿童 也许高达3万个孩子 冤死在寄宿学校 最终没有能够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 据央视网报道 中央气象台10月2日18时 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10月3日白天 河南南部 安徽 江苏西南部 湖北中东部 湖南中东部 江西 浙江 福建中西部 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37到39度 江西北部 福建西北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特约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道